爱家爱生活 西沙里经常用到培根 还有用鱼肉跟卤笋 卷在一起 好 留点悬念待会再说 我们今天用到的西沙里经常用到的培根 来做这道菜肴 现在看一下这个鱼肉培根卷 需要准备哪些原料 鱼肉培根卷所需要的原料有 碧鱼肉 培根 卤笋 生姜 生粉 调料有 盐 鸡粉 胡椒粉 白糖 料酒 今天我们推荐给您的是一道中西结合的美味佳肴 到底还有多好吃 操作过程会不会很复杂呢 现在来告诉您 来 我们请新娃师来操作一下 我们首先是要处理什么呢 这个首先呢 先这个切培根 培根大概一般这样子切 这样子长就够了 大概就是一个十几的长度 对 差不多 接下来呢 这个切芦笋 这个芦笋呢 这个把这个头先切一点掉 那这个芦笋呢 我说一下 就是那芦笋呢 已经这个把这个皮啊 用泡刀给泡掉了 然后这个芦笋呢 要切多长呢 首先呢 要看一下这个培根 那培根的话 根据这种培根的这个预标准 然后稍微再长一点 好 看一下 这样子 一般这样子切这样子长 给它包进去以后 两头还要稍微露出来一些 露出来一点 对 所以它比培根这个宽度稍微宽一些些 宽一些 对 然后这个芦笋呢 这个给它切好 好 那这个接下来呢 就是切这个鱼肉 这鱼肉呢 也是切成条 这鱼肉切成条的长度呢 就是跟这个芦笋一样的长度 你要让这个 在家里做可以这样子 先做净化 这个凉一下 对 那这鱼肉就要选一些肉质比较细腻 然后呢 骨头比较少的鱼类就可以了 然后把这个鱼肉呢 也是给它这个切成条 好 下鱼肉也已经切好了 鱼肉切好了 嗯 接下来的话呢 这里呢 这个还有生姜 嗯 生姜呢 给它这个 切成丝 只用到一个配料哈 就是生姜 对 这个生姜要发挥怎样的一个作用 生姜呢 这个跟鱼肉呢 放在一起 哦 给它去腥 对 然后这个该切的全部都切完了 嗯 接下来呢 先给这个鱼肉调味 好 我们加一些的盐 白砂糖 那白砂糖的量呢 要少一点 主要是起到蒸鲜的作用 嗯 然后加一些的这个鸡粉 胡椒粉 去腥提香 对 然后呢 料酒 好 给它抓均匀 对 给它抓均匀 那抓的时候呢 这个要 稍微的这个 用力一点 好 这样子的话呢 生姜的汁呢 才会跟鱼肉呢 它这个 混合在一起 好 抓均匀完以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加一些的生粉 那这个生粉的量呢 要加的少 那只是鱼的表面呢 有一些的这个生粉就好了 就薄薄的包裹上一层一起 好 要记住刚刚欣妇老师的提醒 好 因为里面我们用到的这个姜丝 所以呢 它不比其他调料容易入味 所以你用力抓一抓 好 让这姜汁出来 去到鱼肉里头去 然后这个鱼肉的腌制完以后 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 做这个培根准 培根准的话呢 取一个这个培根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 在培根上面